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許冠傑網上演唱會所引起的麻戰 仍然是如波未了 最新的就是有資深電台DJ陳凱琪 和新進油尖旺區議員李敖然之間的對決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兩位到底分別說了什麼 首先就是這位李敖然區議員 他說 我不明白為何許冠傑出來開個live 然後大家就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在我眼中他只不過是上一個年代產物 對於我這些90後和00後的朋友來說 其實都沒有共鳴 正如上一代人叫我們一起堅持獅子山下精神一樣 我們聽完得淡少 如果強行將上一代的共同回憶延伸到下一代 這樣很容易令人反感 我們現在這代的回憶 早已由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 14年的雨傘革命 16年的魚蛋革命 至19年的反修例運動 慢慢開始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這些才是我們的共同回憶 就是這些的共同經歷 令我們成為這一代的命運共同體 上一代的事情交給你們 未來的事情交給我們 大家看到他很強調這一代 強調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分野 這就是李敖賢區議員的說法 陳凱琦不憤 你這樣踩下許冠傑就不對了 到底陳凱琦怎麼說呢 他說 看到有種膚淺令人震驚的區議員 居然發表言論說許冠傑是上一代產物 說到他一文不值 這種人的視野和見識之狹藝 無不令人心寒 以為自己年輕就可以目空一切 連怎樣理順無知的思維和邏輯 怎樣對世情掌握都未有分寸 口沒遮難令人發笑 香港怎樣走過來 怎樣撤葬成長 怎樣生根 怎樣成就經典 你其實是否認識的呢 什麼是本土都未搞得清楚明白 社會的文化藝術語言和演化歷史 又了解多少呢 長大成人起碼都要知道尊重 這就是陳凱琦的反駁 實情我就覺得第一件事 許冠傑其實沒有強迫所有市民都有共鳴 更加沒有強行把上一代的共同回憶延伸到下一代 這些指控真是純屬紫虛烏有 在打倒草人 其實無論是演唱會總監蕭潮信 或是阿彈鄭丹瑞 都已經三番四次出來說過 說這個演唱會的初衷 就是要唱給那些喜歡許冠傑的歌 那些歌迷聽 若然你認為沒有共鳴 就別聽 又沒有強迫你聽 不需要無厘頭搞這些世代之爭 而且你說沒有共鳴 大會昨天宣布 有255萬人在同一時間 共同來欣賞網上演唱會 都還未計算之後的錄播 或是重溫 所以你說沒有共鳴 就不可以握殺其他人有共鳴 我覺得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從政者應該要保持謙卑 最忌諱的一件事就是 一朝得志與無倫次 身為一個從政者 尤其是在反對陣營的 絕對不應該主動去挑起這些 完全是無必要和無厘頭的世代矛盾 怎麼會主動去踩低那些前人 或者是上一輩的經歷和體驗呢 梁天琦提出的那句口號 就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每一個人參選的時候 就個個都懂得喊 但是這些口號 老實說 它背後的涵意是什麼呢 光復香港 是光復什麼呢 就是要令香港回復昔日的繁榮安定 就是要令香港重現當時我們擁有的人權 法治和自由 繼而再進一步爭取的就是 雙普選就是民主 這個才是光復香港的涵意 就不是將以往香港的東西完全推倒重來 香港為什麼會建立成今時今日這個模樣呢 正正就是因為很多前人的努力 很多上一輩的人的努力 才能成就到今天的香港嘛 前人的努力和經驗 絕對是不應該被抹殺的 我們香港的歷史 絕對就不是從1997年才開始的 更加就不是好像這位區議員所說 什麼2012年反國教運動才開始建構 我們香港的身份認同 實情我們香港開埠就是在1841年 英軍在港島的水坑口街登陸開始 就已經出現了 但是在1841年以前就不代表我們香港完全沒有歷史 這一段的歷史當然就是有待我們逐步來發掘 我想說明一點 根本上香港是非常悠久的 沒有上一代又哪有這一代呢 沒有這一代又哪有下一代呢 歷史是不斷傳承下去的 就沒有理由主動去區分 你是上一代我是這一代 我們就有一個世代革核的 是多麼愚蠢呢 根據梁天琦所說 為什麼他又會用時代革命而不用世代革命呢 正正是因為能夠擁抱這個時代的人 就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同路人 他的目的就是要擴大群眾基礎 使到那個同路人就不要局限於自己的同溫層或者同靈層 就要全民一起去參與 這個就是所謂的時代革命 你沒有理由去排擠一些年紀比你大 或者所謂你口中上一代的人 其實就是很無謂的 回顧我們這個節目 自從創辦以來 一直都是以消除世代革核作為目標的 所以在我們的直播節目當中 我們有很多關於香港回憶的集談 很多關於香港歷史的一些聚述 比如說唱很多我們香港的經典金曲 我們就是要拉近世代之間的距離 我們就是要消除世代之間的誤會 實情有很多的誤會 就是從這些區議員的言論口中 慢慢延伸開去 就會造成了撕裂 希望這位區議員在聽到我們的意見之後 就會攝高床板地反省一下 實情身為一個從政者 他應該要做的就是剃造一種世代和諧的氛圍才是 盡量把同路人的人數擴大才對 而不是為了在某一個年齡層當中取得認同 然後就把其他年齡層的人排他在外 實情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不需要再自我分化在那裡劃分 你是上一代的 我是這一代的 他是下一代的 香港人就已經是一個整體 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 就已經代表了大多數人 不需要再分你是上一代的香港人 我是下一代的香港人 誰先進一點、前衛一點 誰落後一點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不可取的事情 香港人應該是齊上齊落才對 哪怕他是屬於哪一個年齡層也好 可能有些人走得快一點 有些人走得慢一點 有些人走得快的就不應該是拋棄那些走得慢的人 每一個人對於一些看法 他的覺悟或者他的轉變 當然有先後快慢之別 沒理由因為人家走得慢一點 你就馬上說 我不跟你說話了 因為你走得慢 因為你是上一代 這些就不是從政者的應有態度 更何況就是 發表評論的時候 就不應該基於自己的個人好戶 可能你對於許冠傑 就沒有什麼印象或者沒有什麼共鳴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選區當中 也有很多中年人士或者很多長者 他們都很喜歡阿Sam的歌 那你就說小句 做多些實事 要不要走出來柴台 對不對 正如陳奕迅一唱維穩歌 人家都沒有叫你 要走出來評論一下陳奕迅 可能人家都知道 你也可能喜歡聽陳奕迅的歌 那你有你聽人有人聽 對不對 那你又不能夠雙重標準 陳奕迅唱維穩歌 老實說 現在這群人走出來踩阿Sam 那有沒有出來評價過陳奕迅半句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沒有 因為圍著他們身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青年人 大部分都是陳奕迅的歌迷 所以就好像阿Lex上身 假裝看不到 但是你看不到也不要緊 那你又何苦走去踩 看許冠傑一腳 咸如青菜各有所好 實情就不是每一個歌聲都能夠有一些作品 是可以詮釋和力久不須的 這一方面就花費很多功力才能做到 許冠傑 你說他有些歌沒有共鳴 但是他有些歌依然是詮釋的 比如說半斤八兩 他歌詞裡提到 半斤八兩做到隻隻感的樣子 出了半斤力想說拿足八兩 現在惡穩食哪有半斤八兩這麼理想 這些已經是一百年都是這樣的模樣 我們這群打工仔 一生一世為前輩做奴隸 你說是否下一個世紀還是這個模樣 所以這些金曲就可以詮釋 比如說陳百強的《一生何求》 常判決放棄與勇有 沒料到我所失的 驚以示我的所有 這些歌曲就是詮釋 在人當中一生是求什麼呢 這首歌就是寫出矛盾和抉擇 又或者Beyond的《海闊天空》 原諒我者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指你共我 這些就是詮釋的經典 就是在說那種對自由的向往 實際上這些歌曲都算是上一代 《海闊天空》是九二年出的 《一生何求》是八九年出的 《半斤八兩》是七五年出的 那這些歌曲是不是全世 是不是歷久不須呢 我覺得是 那你又沒理由就說 這些是上一代的東西 這一代就不對了 建構不到我們的身份認同 對不起 我不能夠接受這一種說法 實際上香港人的身份 是由很多歷史成績來慢慢鋪墊而成的 其實就等同陶傑成所說的紫沙茶壺 紫沙茶壺最寶貴的就是他裏頭那種茶跡 如果你去將它刮乾刮淨 那有什麼價值呢 還有他提到一句說話 比較令人難以接受的 就是上一代的事情交給你們 未來的事情交給我們 我反而覺得 這位區議員對於上一代的人和事 應該以一種更包容的態度和胸襟來面對才對 而不是一刀切就說 上一代的東西交給你們 這一代的東西就我們了 上一代的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你可能認為它是不對的 或者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那你就不要要 但是總會發掘到一些東西 是相當寶貴的 比如說它的經驗 比如說它當中的文化的價值等等 這些東西你就可以去無存清了 就不用說這麼糟糕 就說上一代的東西交給你們了 上一代的東西有價值的 我們只要拿 對不對 如果將上一代的東西全部都不要 那這個還是不是香港呢 也值得它去思考一下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